英國蘇聯持續 全國多個城市包括倫敦、曼茨斯特和白明漢等 有大批的反種族主義者上街遊行 抗議近日極右翼人士發動的反移民示威 觸發的暴力衝突 原本計劃外遊的英國首相也取消了優價 留在國內應對示威危機 在倫敦,星期六有數千名民眾 在右翼政黨、英國改革黨辦事處外集會 他們首持制止種族主義、歡迎難民等標語 譴責英國改革黨領袖法拉奇和其他極右翼人士 透過反移民言論和陰謀論助長暴亂 強調大多數英國人支持多元文化社會 反對種族主義和法西斯主義衍生的暴力 過去一個星期,英國多個街頭火光紅紅 不少的移民酒店、清真市 甚至警察局都遭到洗劫 英國傳媒報道 在過去幾天的騷亂中 已有超過130名警察受傷 警方捉了近800名示威者 為了進一步控制騷亂 41支警隊已動員6千名警察組成軍隊 在英國30個地區戒備 英國首相譴責相關暴力行為 強調政府將全力支持警方 打擊散播仇恨的極端分子 但在2019年面對香港黑暴的時候 英國就完全沒有提過極端暴力的恐怖行為 反而是譴責香港警察 如今這些亂象發生在英國自己頭上 又是一個大型的迴旋錶 目前英國社會陷入三方混戰 極右翼的英格蘭防衛同盟 反抗議的穆斯林防衛聯盟 和英國政府 各群體的矛盾還在激烈加劇 而英國政府當前只是出一招 就是全力支持警方打擊 英國首相先剛上任一個月 就面臨這麼重大的危機 英國這場騷亂要何時才會結束 怎樣結束呢 大家怎麼看 香港政府會經常不容許 通常不會有幾個運動 海外圈伍超級多勢 總共共在地是 extr心的 一段期間 啟動那麼誇張